关注一下国际政情在以色列 四年内有五次大选 前总理纳坦雅胡去年才上台 这次光荣回归 目前出口民调显示 纳坦雅胡领导的以色列联合党 渴望拿下过半席次 不过在对手阵营在国会的席次 差距不大 恐怕很难顺利主联合政府 另外我们持续关注的是巴西总统 同样的大选选情好像五五波 极左派的鲁拉 险慎寻求连任的波索纳洛 不过波索纳洛选后并一直没有认输 他不恭贺对手也不发言 星期三的时候 波索纳洛依旧不承认败选 他说在适当时机 才会展开政权交接的程序 以色列四年内的第五次大选 去年才下台的总理纳坦雅胡 在这一次的选举中光荣回归 出口民调显示 他所领导的以色列联合党 有望拿下61或62过半席次 以色列国会共有120席 现任的总理拉皮德 所领导的中间联盟 有望获得54席 国会两大阵营席次 只有些微差距 以色列恐怕又要陷入 无法组成联合政府的轮回 纳坦雅胡由于涉嫌贪污 又企图阻碍司法对他的调查 国会反对阵营 因此组成了反纳坦雅胡联盟 纳坦雅胡最终因为国会的不信任投票 在去年6月结束长达12年的执政 纳坦雅胡领导的以色列联合党中 包括了极端正统犹太教盟友和极右派的宗教 习安教主义联盟 成为极宗教和民族主义于一身的政治联盟 这也让民众忧心 未来新政府的施政会走向极端 原本专家推测 以色列频繁的选举会让民众疲乏而不愿投票 但出乎意料投票率创23年的新高达到71% 除了以色列国际间还有另一场五五波的选战备受关注 巴西总统决选结果周一出炉 极左派的鲁拉以50.9%的得票率 显胜现任总统波索纳洛的49.1% 波索纳洛在选后一直保持沉默 既没有恭贺对手也没有承认败选 巴西社会弥漫着不确定与不安的气氛 忧心波索纳洛会煽动支持者暴动 果然大批波索纳洛的支持者不服选举结果 封锁了往来圣保罗的主要道路 导致公路打塞车 警方以催泪瓦斯驱散 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波索纳洛在选后四十多个小时后 才终于打破沉默 对外发表演说 但他仍然没有承认败选 只说到了适当时机 就会展开政权移交程序 波索纳洛的发言引发臆测 有人认为他是在观察情势 看是否有翻盘的机会 不过巴西经济不振 全国三分之一的家庭陷入饥饿 政治动荡势必让情况雪上加霜 波索纳洛若能展现政治风范 和平转移政权 也不失为是爱民的下台总统 TVBS新闻总和报道